Hello 大家好 上回给大家讲到我跟那个小明 还有他的单位的一些人吧 去那个豪门夜宴 后来呢 邵永哥呢 就是给我打电话 就是说他买车了 当时呢 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因为邵永哥呀 那会儿就是一个酒店一工程部的啊 就是这酒店那个灯泡坏了呀 是吧 门坏了呀 或者电梯呀 日常检修啊 电梯可能都不用的 有专门的那个电梯售后团队啊 就是做一些这种维修工作的 一月三千多块钱啊 然后呢 能买车 你稍微说的我得去点车也得十几万嘛 当时呢 我就觉得有点诧异啊 但是呢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对不对 说不定邵永哥人家还有其他一些外快或者怎么着呢 当时呢 我就挂了电话了 挂了电话呢 我呢 给小明去了电话 我就说我这有事 我先走了 然后呢 我就门口呢 就打辆车 我就回回家 回家到第二天呢 我就如约啊 赴约去邵永哥家了 邵永哥家呢 住朝阳的法头啊 法头 当时呢 他就是住在那个那儿一个地儿叫交化厂 交化厂宿舍啊 一排平房里边 呃 邵永哥呀 是我以前上职高那会儿的一个同学啊 同班同学 关心也是不错 但是呢 邵永哥的父母呢 对我一直挺有意见的 因为邵永哥的父母啊 是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非常老实的那种人 啊 他们认为呢 人呢 就应该老实本分 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 觉得我人呢 没工作啊 没什么正式工作什么的 不好 有手好闲的 不是好人 所以我每次去邵永哥家呢 邵永哥父母呢 就没给过好脸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就是啊 呃 怎么说呢 就是 嗨 那我毕竟跟我哥们关系好 对吧 人家 也不是说处能父母去的 但是咱就是说作为年轻人 咱也得考虑父母的感想 啊 然后呢 我就去了 去了呢 一进门 邵永哥住那平房是个大院子 进去有个院子 然后呢 他 邵永哥给我开门了啊 我 我见到邵永哥他妈了 阿姨好 那个阿姨在那收拾院子呢 扫院子呢 没搭理我 就看都没看我一眼 啊 然后呢 邵永哥的父亲呢 就是之前是国企的一个车间的一个主任 啊 后来呢 因为国企大厦啊 就失业了 等于他父母后来都失业了 就是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 然后呢 我就叫了一声叔叔好啊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家庭贫困啊 容易影响人的心情 以及心智 甚至精神状态 长期贫困呢 让邵永哥的父亲呢 可能就这种精神状态有点不太那个啊 那什么呢 我说了一声叔叔好啊 这个邵永哥的父亲就来了一声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就这么一声算答应我了啊 这就算给面子了已经算给我面子了 往常根本就不搭理我 邵永哥呢 有一个单独的小房间 我呢 每次找呢 就去他的房间里去了啊 邵永哥呢 就把我请到他的房间里头呢 然后邵永哥就出去了 出去干什么去了 就说他父母去了啊 说我同学来了 我哥们来了 你没看见吗 怎么人家给你打招呼 你老不理人去 又说了一顿啊 然后呢 邵永哥又进来了啊 邵永哥呢 就说怎么样啊 这两天干嘛去了 又去抹葛了啊 他说你能不能就正经八百的找份工作啊 我说 邵永哥呀 这个一言难尽啊 这个 穷人越努力 富人越富有 对吧 不是说咱穷人努力了 咱就能成有钱人了 穷人努力半天呢 最后是这个富人越有钱 穷人该穷还是穷 之前著名作家王硕说过这么一句话啊 叫勤劳致富 勤劳致富喊了几十年 但是呢 真正能致富的人呢 他都不勤劳 但凡想通过勤劳致富的人呢 不仅到人生最后没致富 依旧贫穷 反而还烙了一 因为勤劳致富这个过于勤劳 反而还烙了一身病痛啊 大多数人呢 最后都隐隐的寒恨而去 邵永哥就不听我说啊 就觉得我说这个就是歪理邪说 他就说 我说那你不是说你买车了吗 你那车呢 我看看 他说 你 对啊 我过来跟我来来来来 到了他们家后院里头 他们家有前院有后院 一块塑劳布 盖着个东西 咔哒一下子 把那塑劳布一揭开 你看 他是时候 正宗啊 台湾产的这个什么什么牌子电动自行车 哎 我也无语了 然后呢 我说这 他说你别看这车不大 我告诉你吧 这个我每天骑着他到地铁站 然后再倒地铁上工作单位上班去 方便挪了 我说行 挺好 挺好 他说二手啊 你啊 没事啊 你也好好上个班做个好人啊 好好去去工作 我说邵永哥啊 这个社会啊 它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啊 邵永哥说怎么不是好的社会啊 我说你要看这社会好还是不好啊 你得看什么呢 你得看这个社会啊 它是让好人能占便宜呢 还是能让坏人占便宜 很显然现在这个社会是好人吃亏 坏人占便宜 所以它就是一个坏的社会啊 咱们呢 要顺应社会啊 既然坏人在这呢 在这社会上呢 他能占便宜 那咱就得做坏人 另外上个我跟你说句掏心摸子话 也就是咱们这么多年哥们儿 我这么跟你说啊 在现在的社会里头 但凡你有一定点好心眼 你都是自己给自己埋坑呢 你记住我今天跟你说这句话 邵永哥呢 又来这么一气 这个时候呢 我手机响了啊 我一看呢 就是短信啊 就是到账 200W 我一想呢 就是小明呢 把他之前的马哥呢 插过那200W 给我转回来了啊 我都不用看 我也不用给他打打电话说什么的 我一看那把W呢 到账了 加上之前我红那个1000W 差不多和800W人币吧 800多啊 因为厅里头他给你转账啊 他是我之前说过啊 就是说马哥呀 就是说你在贵宾厅里的玩 你红了名 你不用担心这个名怎么给你转过来 他们会给你转的 你只要把你的银行他卡号给他们 他们就全部都给你安排明白了 就把钱给你打卡里头了 他们一般都是工户 工户给你打进来啊 你要在中场玩 那你就得自个人想办法了啊 然后呢 呃 这个名啊 这个名呢 就是贵宾厅那个名也到了 小明还我这个名也到了 这一下呢 我就心里下就乐开了活了 我说走啊 不是 我说走少明哥 我请你吃饭去啊 就渴着你们发头这点地啊 哪儿 最好啊 你就 你最想上哪吃去啊 我就带你去 少明哥呢 就说我们那边最好的饭馆叫温馨圆 我说那就那儿了啊 去了去了呢 我一想呢 这得稍微怎么着上点档次 是不是 结果呢 就是个串店啊 就卖点那个普通的什么凉菜啊 热菜啊 然后就是个串店 大众消费 就是俩人吃顿饭 按那会儿的物价呢 就是一百多块钱 两百多块钱 就是人均一百块钱嘛 不是什么太贵 我说那少明哥喜欢的就来着吧 然后呢 我就把菜单给少明哥了 我说你点派吧 少明哥呢 喜欢吃串啊 就是吃烤串 点了一堆串 咔咔咔的 我们俩就跟他吃 就聊着 然后呢 旁边呢 有几个大哥啊 几个大哥在那儿又喝酒又吃串又聊呢 后来有一大哥呢 看见少明哥了啊 看见少明哥了 哎 说 哎 说 在那儿呢 这是谁呀 少明哥这 我以前一同学啊 哎 服务员给这儿加二十个串 然后就这大哥呀 就说给我们这桌价尔块 那个少明哥不用不用书啊 他叫书 还比我们大一辈 然后呢 说不用说 那个 那个叔 那个叔呢 就说 没事啊我不冲你 我也得冲你爸呀 我跟你爸什么关系 他说刚才你叫什么呀 小勇 叔 服务员刚才那二十六串上我们那桌里 不给他们呢 我也不知道少勇说错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少勇说错了什么 就是少勇哥人家说错什么 这这叔呢就直接说 把原本给我们这桌的串 就拿走了 上他们那桌去了 叫我叔 我说大爷 不好意思啊 刚才那个说错话 哎 这还差不多 把那串给他们吧 哎 然后呢 这一下呢 少勇哥高兴啊 少勇哥呢 就说 没事二手 这顿饭啊 我请你了 别别别 出来门之前说好 我请的 结果呢 最后呢 是那个大爷啊 一开始自称 我以为是哥 结果人家 少勇哥管他叫叔 后来人非得让我们叫大爷 那人 说给我们这桌结了 还是那句话啊 不看少勇哥 也看少勇哥的爸 可能跟少勇哥的爸 关系不错 然后呢 人少勇哥呢 一听说他这个大爷要结账 就嘴就乐开花了啊 我估计就是说 我对少勇哥了解 他这人不错 但是因为从小家境平寒啊 你跟少勇哥呢 聊什么都行 就是别聊钱 一聊到钱上啊 只要能省钱 能不花钱 那就是最好的 一听说他大爷要能请客了 他就嘴乐开花了 我认为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你看 一开始原先说说我请客 后来为什么少勇哥说他请客呢 因为他看见他是大爷在了 他知道他一会他大爷得掏钱 所以呢 他就说他请客 这样一来呢 他就等于就是说 在我这又有面子了 最后呢 还是他大爷掏钱结了账 他又不用花钱 他还从我这还找着面子了 从那一出来之后呢 少勇哥就开始了 怎么样嘛 二婶 咱这面 有没有排面 出来吃饭 不用自己花钱 我说好好好 然后呢 又跟少勇哥呢 戏耍了一会儿 就是出去呢 去那个小发栏 洗了个头 洗了个头 少勇哥呢 就是在那就是带我就洗头去了 洗了头就回家去了 回家之后呢 到了晚上 我我就那会儿就休息了 因为那两天在 妈子那两天还是挺累的 回来就是感觉 就是容易疲劳 就是老想睡 睡睡睡睡 当天晚上九点我就睡觉了 到了晚上两点多 我接着一电话 电话那头呢 说喂 起来一下 帮我拍个东西 我一听这声呢 就知道是张导 张导呢 喜欢收藏那铁皮玩具 在国外的一个网站 叫义贝 那个网站上呢 有各种的铁皮玩具 拍卖 那义贝呢 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国内淘宝 什么都有 他那有拍卖 拍卖为什么凌晨两点钟 给我打电话呢 因为有时差 国外的时间 跟咱们这有时差 国外白天 就是咱这晚上啊 然后这种事呢 就发生很多次了 凌晨两三点钟 就这么直不笼统 给我打电话 你哪怕你提前白天 跟我说一事 说今天晚上凌晨两点 我想要个东西 你帮我拍一下 晚上你多盯会 事先也不跟我说 到晚上了 打电话给我吵醒了 就来 起来帮我拍个东西 快点啊 马上快要结束了 就跟我该他似的 已经很久这样了 然后呢 我一想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之前 从他那儿拿了六盟款钱 去泰国做扶盘生意 啊 然后那个 结果呢 答应他一年 都用我百分之百的利润 啊 结果到了一年呢 啊 我想把这十二万给他 他又不干啊 非得让我再接着干 第二年再给他二十四万 就怎么着 利滚利 后来当时呢 我已经身家一千个W了 我还 我还鸟他吗 对不对 我说我拍不了啊 我得睡觉了 我说怎么回事 我说我不拍 谁让你给我打电话了 啊 一个是我不拍 第二以后我也不拍啊 以后你想要什么玩具呢 你自己拍 再一个呢 你那点钱呢 啊 就六W不是 然后之前我跟你说 赚了六W 我就给你12W 完了 反正就以后就两清了 啊 然后呢 他呢 就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手机呢 直接开成那个飞行模式 就没搭理了 啊 就就就这样 因为张导这人啊 虽然说是个导演 啊 呃 后 就是 但是呢 那会我跟他拍戏的时候啊 整个剧组的人 对他都有意见 就是 每到一个剧组啊 反正 都弄一 让人弄一肚子不痛 啊 你说 之前那会啊 说那个在酒店拍一个那个呃 一个男的找小三 然后他媳妇进酒店闯到酒店房间里 捉肩带床 这么一个 这么一段戏 你看这男的找小三 他在酒店里跟小三开房 那个需要一些裸露 最新妈得露个肩膀什么的吧 哎 当时呢 人家女演员呢 人家就是说就差不多就得了啊 张导呢 非让人家把上半身全脱光了 啊 然后人家女演员说 那那那你先出去 去房间 外边我脱光了 然后再叫你们进来 张导就不乐意了 啊 谁还不知道谁长着什么呀 你就在这脱 哎 谁都别出去啊 咱不惯他这毛病 就让他在这脱 你说你对人 你得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就是说那会儿呢 就是就这样啊 后来呢 我这么一硬气呢 张导就软了 到第二天呢 给我打电话啊 就跟我说啊 我怎么得罪你了 你这么对待我 你看 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得罪我了 我呢 也不想跟他废话 我就说你自作弄去吧 啊 到时候你给我一卡号 十二万我给你转过去 然后我就挂电话了 挂电话呢 差不多到下午的时候呢 老庞给我打一电话 老庞是谁呢 老庞是小明的一个同事 啊 岁数比我跟小明都大一点 大那么几岁 然后呢 呃 那会儿呢 上 他们都上我们家玩炸金花了 啊 然后认识了 老庞呢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嘴呢 比较厉害 那么一个人啊 就是身 就是呃 能力不行 但是呢 嘴挺厉害的 啊 就是呃 没什么本事 但是嘴挺能吹 啊 就就就这么一个人 啊 每次玩牌呢 就我们 我们家那会儿房 一小平房 面积不大 然后老庞呢 脚特别臭啊 就每次 就是他一进来吧 就是还老挨坐床上 就是一张床 床脚这边坐一人 那边坐一人 床这一块呢 铺张报纸 用来放牌用 我们再有几个人呢 沿着床边上 那个 支几个凳子 然后沿着床边坐着啊 然后呢 老庞本身脚脚臭 还老挨坐床上 他坐床上 他就拖鞋 这一拖鞋 这味儿啊 哎呦 每次他来我们家打牌来啊 我都得准备俩塑了干 那塑了干嘛 那给他套脚上啊 咔脚上套一锁袋 然后咔一记啊 把那个味儿给他锁死 老庞就跟他坐着 一脚丫头上套一锁袋 就跟他玩 就这迷人 老庞呢 就约上我跟小明了 然后就说 晚上一块唱歌去 那行吧 然后呢 我就跟小明呢 又说了一句 说老庞约你了 约咱一块去 小明说那走 然后老庞挑地儿 老庞要一挑地儿啊 那就是经济实惠啊 大众消费 因为老庞呢 他就是这个 加勒服超市一礼会员啊 他以前跟小明那都是干礼货的 结果那小明都当然店长了 他还干礼货的啊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啊 然后呢 就去了啊 去了那么一个歌厅 地下室还在啊 挺破挺旧的 然后去了之后呢 就是那沙发呀 就唱歌那沙发一坐着啊 中间还塌着 你稍微一晃身呢 还真就真就想 然后呢 来了一大姐啊 来吧姑娘们进来吧 咔站一排啊 那个我一看 喝这哪是姑娘啊 最年轻的都得38了 真的 然后呢 我就当时就觉得 哎呦 然后那个 那个老庞呢 还挺热情 来 小明 二手来来来来 挑挑挑挑挑 甭拘着 看见我都没食欲了 你让我挑什么呀 那老庞不管那么多 人老庞觉得好呢 结果呢 就是哎 每人选您个 老庞这人吧 还不会聊天啊 就是 你说 你 你就聊点高兴的事呗 啊 老庞呢 还得这样啊 今年多大了 啊 那个 结婚没有啊 有孩子了吗 是不是还得问人这个 啊 人家离婚了 啊 孩子在老家上学呢 我在这出来 挣点钱 哦 那 可真够不容易的 啊 这不是长久之计 啊 干两年差不多了 嗯 然后呢 又开始问别的啊 坐我这这个 这这大姐啊 那那坐我这大姐 你呢 你结婚了没有啊 孩子几岁了 问人家 然后那个 这大姐呢 说也离婚了啊 然后孩子呢 在北京这边上校学呢 啊 结果他就问这种 让人提不起兴趣 这种 这种话题 最后呢 啊 说唱歌的时候呢 他还老唱那个 就是那种悲情歌曲 啊 一边唱着还唱的还挺愁入啊 唱那种悲情歌曲 然后呢 终于最后唱了一首 五女类啊 五女类 给这几个大姐全唱哭了啊 全唱哭了 你说这 嘿 就这没人 就这没人 然后呢 啊 我那个 就就说前一段 那个二手前一段 你跟小明 你们哥俩上哪去了 当时呢 我没说啊 我哪都没 我就没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就甭说了 小明呢 既然说去妈格了 然后那个老庞就来 去说了三个字母啊 AOV 啊 AOV 三个英文字母 AOV 去妈格了 那下回带我一块去呗 你们哥俩去 怎么也没叫上我呀 啊 我跟你说 妈格那边我可熟 我告诉你二手 你 我跟你说啊 那个谁 那个小利本 你听说过没有啊 妈格那边 我说没有 那个 小卡子 你听说过吗 没有 啊 就给我提人 啊 你说什么小利本 小卡子 那那那澳门 哪有叫这名的人啊 又开始了啊 我跟你说啊 澳门这地儿 我知道啊 我我之前 我一个哥们在那儿 我跟你说啊 一晚上赢了三千多 我跟你们说吧 嘿 你下回去的时候 你们哥俩在叫着我 我跟你们一块去 啊 你们到那儿 你们不会玩 你们不懂 知道不知道 我我带着你们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啊 就这么个人啊 自己什么都不行 还得是他什么字 他都得装那大根 啊 后来呢 小明呢 就说 你有钱吗 你就去 你知道那儿消费多高吗 老庞说 我有花 能有多高啊 我这儿存款三万多块呢 怎么不能去啊 我跟小明都乐啊 我说 老朋友们就算了 真的啊 我说真的 我当时真的觉得 小明跟他说这事都多余 小明 老朋友说就这么说定了啊 过两天我年假啊 然后到时候咱仨一块去啊 小明呢 竟然答应了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喝多了 怎么回事 他就说就带着他去了 在 呃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儿啊 下回呢 我给大家讲 就是说带老庞去了之后的一些效果是怎么样的啊 呃 今天就说到这儿 拜拜